在競選的期間 然後我們不是常常會去那個新莊的禁總嗎 然後新莊禁總那邊就有一區 就是專門放一些KP的小屋或是什麼 讓那些支持者來到這裡的時候 大家可以買嘛 對對對 但其實他們包含啊 志工或是一堆一些工作人員 他們都是穿那個KP 所以我們當時其實真的也不知道 後面原來木可還有KP 還有這些有這麼多的故事 還有李文娟 李文宗 這麼多的東西 當時我們真的是 就是到現在都 怎麼會後面爆出這麼多事情 直到這一次怎麼假仗案出來 大家才知道 你有追問過阿伯嗎 說木可到底跟你黨到底是怎麼樣啊 到現在沒說清楚 沒人問嗎 因為在你們還記得就是第一場 就是柯文哲有親自出來的那一場記者會 現在畫面中這一場 這一場記者會上 當時大家就一直要追問這個 一千三百萬的這個授權金 到底為什麼要付給那個木可公司 然後當時記者會還沒有開始的時候 他們就是先發這個 一人一張的這個木可公司聲明稿 因為他還放在我桌上 然後那時候我們就想說 怎麼會有這張聲明稿 因為後來就是由吳怡萱來代念嘛 就直接說我們就是即刻停滯 但是我們當時就很好奇為什麼要 而當時就是在這個記者提問環節的時候 就是由李文宗來解釋這個一千三百萬授權金 不過因為後面大家想要再追問的時候 好像因為題數的關係 就不給問了 沒有給問了 我們也沒有追問到 然後那時候就很緊張 因為大家的題目都一定要 我一定要幫大家問到 木可到底是什麼 然後我們就直接就是我就在等他最後一題的時候 我就趕快這樣潛伏到前面 然後拿出我的手機 然後就是因為我要趕快追問 等克文哲一下來就問 我當時就是問他說 既然說這個木可公司沒有問題 那木可公司跟民眾 跟克文哲進總這邊也都沒有問題的話 那為什麼他現在一出事就要關掉 然後當時其實主席就只是笑一笑 然後他就被推走了 然後那他們聽到然後就是都是 就是讓他沒有回答這個部分 所以看起來是主席根本 就現在這個畫面 其實就是我們的思綺 當下拿著手機衝到第一線 沉浸式 問他柯文哲到底有沒有這個木可 然後很沉浸式 真的 我想問一下這個思綺 聽說你今天也在台北 也跑了一個大地遊戲 因為聽說四叉貓 又爆出來最新的金流有問題 阿伯他們連吃便當都會出事 一個便當 且一模一樣的數據 竟然出現了三筆一樣 你今天一追下去發現大有問題 因為現在就是那個四叉貓 他們實在是太會查一堆 很詳細的數字 我們每天真的是跟著這些四叉貓 還有Grace他們一起跑 然後今天就是因為四叉貓 他有出這個就是有一個Excel的表格 他就說好像有一些便當費 或是餐費都怪怪的 我們先把它列出來來看好了 不過其實可以看到 上面真的有好幾筆都是差不多 或者是連金額都是一模一樣的數字 像是這個就是這個26703 全餐費就是有兩筆都是在同一天 而且是一樣的數字 然後包含這個我們看到最重點的 就是我們今天框起來這個 馮山小吃店 他在一月十二號 也就是柯文哲的競選前一天 當天他們確實是有到文山區 當時他是有跟這個張啟露 一起合體掃街 然後晚上有一個選前之夜 不過我們發現他這一個 馮山小吃店 雖然說他是在這個文山區沒錯 但是這個熱心的網友一查就發現 這個馮山小吃店竟然 早就已經是非營業中了 而且他還有一個地址 就是文山區的新樓路 那你們趕快追過去 馬上就早上我們一早就去了 然後我們一早去之後發現 這間小吃店就是長這樣 原來它是一間汽車的維修工廠 有嗎 這個汽車維修工廠 我就趕快去問那個老闆 然後老闆就說沒有沒有 我們這個營業已經十二年了 根本沒有什麼小吃店 附近的人也都說 從來沒有看過這個小吃店 因為附近只要一有小吃店 大家一定都會知道 但是都沒有聽 這個我好聰明 是含金量最高的直播政論節目 橫橫抖內幕 收視狂開紅盤 網路播放量突破兩千萬次 現在我要發出奶粉招集令 週一到週五下午兩點到四點 黑奶魚 奶球一起抖起來 什麼你下午的直播沒有跟上 不用怕 晚間十二點友善題目版 等你一起來